很多人都不喜歡自己的住家附近有高壓電塔 台中太平有這個德隆里 它那個高壓電的電線横越了民宅 雖然說是有裝保護網 但是你抬頭一看 整個天上看起來好像是蜘蛛網一樣 而且不時的會發出嘶嘶嘶那樣的一個聲音 讓李明真的是住得提心吊膽 在這裡 幫我健康 幫我健康 居民會這麼生氣 因為從頂樓抬頭一看 看不到遼闊的藍天白雲 而是密密麻麻的高壓電線 縱橫交錯之下 宛如大型的蜘蛛網一般 看得就害怕 那就是電源的感覺麻麻的啊 很敏感啊 很恐怖啦 這時候有下雨天 然後龍路比較大的時候有聲音 什麼聲音 滴滴滴的聲音啊 這也是台中太平的德隆里 台電的高壓電塔線剛好橫越民宅區 雖然有些住戶加裝了安全網 但還是不能夠隔絕電線帶給住戶的驚恐 早上比較冷喔 都會發生的滋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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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聲音 很恐怖的 光是一個龍德里就有上百條的高壓電線 影響了28戶的居民 還有人拿出的病例指控自己和太太離婚癌症 和每天近距離住在電線底下 應該是有連帶的關係 上百条的高压电线横钢在民宅的上方 让住户每天起床上楼一看就觉得毛毛的 这些电网到底台电何时要地下化呢 民众只希望赶快免于电流蜘蛛网的威胁 这段新闻公寓玉德台中报导